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恶灵条款 你是否有遇过邻居在半夜或假日施工 悄悄打打 让你不得安眠 或是邻居在阳台厕所抽烟 因为在你家扩散 搞得乌烟瘴气 甚至是在楼梯间堆满杂物 不但凑气冲天 还妨碍行走及逃生 你多次尝试沟通 甚至找来管委会跟警察 对方也不愿配合 有些人没有其他办法 只好用一些不合理的手段去处理 但通常的结果是 问题非但没有解决 还加深了彼此的仇恨 甚至造成明法 刑法上的责任 可谓是得不偿失了 有些人就比较聪明 懂得使用恶灵条款 利用法律跟社区的力量 帮他解决恶灵 所谓恶灵条款 指的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 里面的第22条 当初互有以下情况 经管委会劝导 三个月仍未改善者 依区分所有权人会议之决议 诉请法院将其强制驱离 而其中能帮忙解决恶灵问题的 便是第49条第一项规定 当住户的行为 妨碍到其他住户的权益时 女劝不听者 可由法院强制搬迁 但要注意的是 区分所有权人会议 需有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并有四分之三以上出席者 投票通过 方可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让我们来看一起案例 多年前高雄市 战前北京社区 一名四楼的住户 两年来长半夜 在屋内敲打咆哮 甚至将家具 锅碗都往楼下丢 管委会多次找警察 甚至里长跟家属来规劝 但都无效 于是在103年5月 经住户大会讨论 全体263户中 有210户支持提告 并投票由管委会出面 肃勤法院强制其千里 能赶走恶灵 当然是皆大欢喜 但很多时候 由于矩阵困难 例如住户在家中抽烟 或制造噪音 就因矩阵不易 经常以失败收场 若是无法借由恶灵条款 来解决多年的恶灵 也别想着使用 所谓的正楼神器哦 正楼神器虽然能有效反击 价格也不贵 但是对天花板进行连续撞击 可是会造成结构上的损害 引发安全上的忧虑 而且以暴制暴 虽然痛快 但也让自己成了 别人口中的恶灵 不是吗 在此方各位会者 只要你住的不是独栋透天 而是集合式住宅 即可依循以下步骤 合法地解决恼人的问题 最后再次提醒大家 邻居间的和谐 维持不易 自己千万要注意 可别成为别人口中的恶灵 但若遇上不讲理的恶灵 也请使用合法的手段 维护自己的权益 以及社区的安宁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聊到这里 若是喜欢我的节目 谢谢您按赞订阅加分享 那我们下周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